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人事方面的调整 包括了在许多学校里边的教职员会因为考基评语而必须被迫自己辞职或者会被校方解雇 引起了在社区以及在教育方面 在教育单位方面和相关人员方面的许多不满 而不久前也有媒体报道 在Mike Miles到达拉斯到我们Houston以前 他在Colorado州的第三未来学校 The Future School 他是当地的负责人 学校的负责人 而他把数百万纳税人的钱从这一间学校转移到了Colorado州另外一所网络学校 而一个总部位在我们德州的媒体报道 Miles开始在HISD工作之后 他还担任的就是网络方面的付费顾问 而德州教育局表示 了解了这个报告 并且正在进行审查 Miles则在昨天作出回应 认为这一个在Colorado的媒体报道是严重误解 故意歪曲了The Future School 这一个学校的财务的情形 那么表示 他在当初在Colorado州第三未来学校网络工作 其实不到一年 认为这个文章是毫无根据的指控 并且希望能够表示目的就是要破坏他们在达拉斯学区取得的进展 而关于在德州教育局的 这很多都是在跟社区和教育单位方面的一些讨论 都和金钱有关 现在州长Greg Abbott也试图要把国家的公共教育经费的增加 和发行的债券连在一块 那么现在呢 对于新发出的 新发生的这一关于HISD学区总监 Mark Miles的这个新闻 这个事件呢 也影响到在学区以及Miles未来的这个推行 所以呢 现在相关单位正在审核讯息和整个的事件 接着呢 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美国新闻 先看一下还是跟校园有关的 这是来自加州尔湾的消息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听巴勒斯坦抗议者占领了教学讲堂数个小时之后 现在表示警方已经由他们手中夺回这栋建筑物了 那么警方和校方人员说 由于抗议人士占领教学讲堂 导致学校宣布这是一场暴力抗议 校方人员请求帮助之后 附近大约10个执法机构的警察聚集在校园内 在现在呢 报道是说 警方已经夺回了加大尔湾分校的这一栋教学大楼 而美国众院监督级问责委员会在昨天通过了法案 将基于国家安全理由 限制美国方面的机构与中国的药明康德 华大基因等特定生技公司有生意往来 这个举动也正式完成立法 又接近了一步 那么众院监督级问责委员会 昨天是压倒性的通过了生物安全法案 如果在提交参众两院的院会通过后 就可以交给总统拜登去签署生效 法案会推动减少美国的药品 保健企业对中国相关研究与制造的依赖 另外呢 美国联邦众院一群共和党的议员提议立法 要求美国对中国制的无人机征收的关税提高到30% 并且在2030年之前禁止进口含有中国制关键零件的无人机 提案把中国制无人机的关税往上提高 然后呢 逐年再提高5% 法案的发起人 还有众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的主席穆勒纳尔在内 在今年3月 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小组 就要求拜登政府对中国制的无人机征收更高的关税 下边我们看的是关于美国和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 现在力求避免因为快速发展的AI技术对抗之际 白宫在昨天说 美国官员在第一次就这个问题举行的正式双边会谈中 表达了对于中国在使用监管AI方面的忧虑 白宫说在位于瑞士日内瓦的会议上 美国代表团向中国代表们强调 需要就AI风险和安全保持开放沟通的管道 在这里也看到白宫官员对中国取得AI技术的担忧日益加剧 担心在中国当局可能利用这个技术颠覆其他国家的选举 美国国务院已经向中国和俄罗斯表明要遵守美国的宣告 就是只有人而不是AI能够做出部署核武的决定 接着再看到的呢 这是关于在美国和中国的科技现在紧张的情形是节节往上升高 而美国科技巨拨微软也正在征询中国云端运算 以及AI部门员工外调的意愿 涉及人数700到800人左右 他们可以选择调往澳洲或者是美国等地 在这个礼拜稍早 微软对于机器学习等云端运算相关部门的员工 提出转调美国 爱尔兰 澳洲和纽西兰等国的选择 这些部门的员工主要都是中国籍的工程师 微软发言人对于在媒体方面证实提供这一次的转调机会 也说会提供内部机会向来是公司全球业务的一环 美国商务部正在考虑推动新的监管措施 限制专有或闭源人工智慧模式的出口 这些模式的软体和训练的资料都处于保密的状态 接着我们再来看美国的海军核动力航空母舰雷根号 已经在今天早上驶离了日本的神奈川县的 横须赫市的美军基地 结束了它八年半的住房任务启程回到美国了 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乔治华盛顿号将会和雷根号交接 并且已经在四月底从美国的Virginia州的 Norfolk海军基地出发 预计在今年它会抵达日本 接着其他方面的新闻 看到这是美国网络设备大厂 这是Cisco Systems 在昨天预测它第四季营收将会高于分析师估计 主要是因为Cisco现在受惠企业支出的增加 还有供应链紧缩情形的缓解 由于企业现在正试图满足不断成长的 AI和云端运算的要求 近几个季以来 Cisco因为企业支出增加受到了不少的好处 最后我们来八卦一下 这个八卦我想朋友们都会想听的 这是魔术大师 大卫考博菲 现在被十多名女性指控性行为不端 据了解这些事件已经发生了数十年了 根据报道 这16名女性指控这位美国知名的魔术师Copperfield 对她们行为不当 其中一些女性表示受害的时候还不满18岁 那么在媒体表示访谈了100多人 检阅警方和法庭记录之后也证实这件事情 报道中说这个事件涵盖1980年代晚期到2014年期间 好这就是带给大家在美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朋友们得知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接下来我们关心来自国际方面的报道 国际新闻第一个看到耶路撒冷的报道 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提出加萨走廊战后计划 遭到国防部长的公开质疑 他誓言反对以色列长期军事统治加萨的想法 纳坦雅胡在没有明确点名 就是以色列国防部长的回应当中倒是暗示 这一位退休的海军上将为还没有摧毁哈马斯找借口 尽管从事纳坦雅胡政府的目标是击败哈马斯 以及营救在去年10月7号跨境突袭中被绑架 到目前没有获释的人质 这一位以色列的国防部长还是表示 必须替巴勒斯坦统治应该要奠定基础 同时呢 现在也看到一项针对100家金融服务企业进行的调查 就在昨天指出 由于英国政府没有能够提出支持向低碳经济转型的明确政策 可能会因此导致数千亿英镑投资流失 这个调查当中三分之二的企业说 已经转移或计划将投资移出英国 投入更多更加支持它永续目标的市场 这些公司的年营业额总计是一兆英镑 绿色投资也达到2000亿英镑 在现在可以看到这是英国永续投资和金融协会说 英国迟迟未能实施绿色分类标准 以及在采用国际永续准则委员 企业气候报告等国际标准方面进展缓慢 这一些都是投资人希望英国可以加快脚步的部分 另外呢 澳洲的前总理莫里森 昨天他表示 与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对方的纽约住家会面了 两个人谈到了澳洲英国和美国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还有中国在印太地区的情形 以及台湾受到的威胁等议题 莫里森说川普在会谈中对于这个三方安全伙伴关系表达的是热烈的欢迎 在川普的办公室并没有回应他与莫里森会谈的相关问题 接着看到东京方面 日本首相岸田维雄在今天跟昨天刚上任的新加坡总理这是黄寻才电话会谈 确认的是双方将会朝着强化两国关系在各项课题进行合作 原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寻才 昨天接启了执政将近20年的李显龙 宣誓成为第四任新加坡总理 那么岸田昨天就和黄寻才举行了15分钟的电话会谈 表示日本与新加坡是共同致力地区和国际社会正面临课题的重要伙伴 日本是相当重视跟新加坡的合作关系 接着在首尔方面 韩国有医生 有教授 还有学生 不满韩国政府推动自2025年起大幅增召医学生的政策 日前向法院提出暂缓执行相关措施 但是在一审以及上诉审中都遭到法院驳回 首尔行政法院在一审中认为提出申请的医学院教授 住院医生和学生并不是当事者 直接也不满足诉讼条件为由不予受理 上诉审中则认为 目前正在就读医学院的在校生 符合申请资格 但是审理之后还是决定予以驳回了 接着我们看到雅加达方面 根据两名印尼的高级官员部长的说法 美国的科技业巨部 这个是马斯克 在19号将会到印尼 宣布他的美国太空探索公司 SpaceX旗下的Starlink 这个卫星服务正式的在当地推出 印尼总统佐科威的紧密盟友 印尼海洋事务与投资统筹部长 也表示 马斯克将会与佐科威 与同在印尼度假圣殿巴厘岛 宣布这个Starlink 星链服务启用 在尽管印尼官员先前曾经有几次 宣布马斯克到访 为了出席活动或讨论他的 Tesla可能的投资案 但是如果这次成行 会是马斯克首次亲自访问印尼 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 欧洲消费团体今天指控 中国电商巨部拼多多旗下的 跨境平台Timm 透过了操纵技术 强迫用户花更多的钱 还有其他违反欧盟数位服务法的行为 Timm是在去年4月才进入欧盟市场 之后成为成长最快的APP之一 Timm则表示 在欧盟27个国家里边 这个城市每个月平均活跃用户 可达7500万名 在现在欧洲消费者联盟 已经向欧盟执委会投诉 位于法国西班牙德国等 17个欧洲消费联盟的成员组织 也向本国政府提出同样的诉讼 控告Timm利用操纵手段 让用户花更多的钱 好 最后看到巴黎的报道 法国法院在今天裁定 没收中国大亨收购的 酒间波尔多葡萄酒庄 理由是他使用中国政府资金 从事洗钱 现年63岁的曲乃杰 他是海昌集团负责人 这一间位在中国东北大连的贸易和航运公司 涉足房地产 旅游和农业 而波尔多是法国最著名的葡萄酒产区之一 有众多的中国投资者 在2010年代收购了当地的酒庄 海昌集团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家 曲乃杰现在遭判处三年徒刑 但获得缓刑 并科罚款100万欧币 罚款比检察官要求的还要多 检察官曾经要求要判处他四年缓刑 那么中国审计署则表示 海昌集团获准以国家公共资金购买外国科技 但是却购买的是法国的葡萄酒庄 带给大家国际方面的报道 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健 美国和国际新闻之后 我们在这稍微休息一会儿 稍后我们再和您一同关心的 将是来自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 第一个看到呢 俄罗斯总统普丁在今天抵达了北京 展开国式访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 东门外广场举行了欢迎仪式 并且举行会谈 专家指出这一次普丁的访问凸显 俄罗斯外交关系中对中国关系的占据优先地位 那么普丁是在今天搭专机抵达北京 习近平也在上午举行仪式欢迎他 两人也先举行了小范围的这个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 和俄罗斯总统普丁的会谈 习近平称普丁是我的老朋友 对普丁继续担任俄罗斯总统也表达祝贺 表示在现在双方关系来之不易 需要倍加珍惜 他表示庆祝双方建交75周年 这是贯穿今年两国关系发展的主线 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走过四分之三个世纪 历经风雨历久弥坚 也表示与普丁先后会面了四十多次 保持的密切的沟通 为确保双方关系健康稳定顺利发展 做出战略引领 习近平同时强调双方关系的稳定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 那么在双方会后呢 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 并且一同会见记者 那么习近平说 双方举行坦诚友好内容丰富的会谈 将会持续不结盟不对抗 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 不断地深化政治互信 也表示这一次普丁的国事访问 是开启新一届总统任期后的第一次访问 体现的是普丁与俄罗斯方面 对发展中俄关系的高度重视 并且形容双方的会面是 坦诚友好内容丰富的会谈 接着我们再来看针对美国在日前宣布 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高额的关税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昨天说 美国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单极霸权 已经失去了理智 而且会进一步地破坏 国际产工链的正常运转 他指出美国一些人 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单极霸权 这样子的做法会对国际的产工链的 正常运转造成进一步的破坏 那么也说301关税违背了世贸的规则 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 也指美国作为世贸组织的创立者之一 不仅不愿当好表帅 反而带头违规 不仅不纠正错误 反而是错上加错 接着看到针对菲律宾民间团体 发动多艘船只 驶往黄岩岛海域 在今天并且向当地菲律宾的渔船运送补给 在中国媒体则报道 这些船只是非法聚集 中国海警除了加强现场监视取证之外 对菲律宾聚集船只 也进行了现场管制 另外对于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方面 中国政府4月底定调房市要去库存 来自上海的报道 杭州市临安区政府日前公告 准备要在区范围内收购一批商品住房 用作公共租赁住房 也被认为是打响了 政府出手买房去库存的第一枪 杭州市临安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日前做了相关的公告 那么中国房地产方面的媒体报道 这一个做法应该来讲 这开始了在政府出手买房去库存的第一步了 最后在香港方面 香港将会推出数位人民币 这是中国大陆以外 第一个推出数位人民币的地方 香港已经测试了数位人民币数年 现在进入直路金融管理局 最快会明天公布推出数位人民币的详情 根据报道 初步将会有四家中资银行 推出数位人民币钱包 包括了工商 中国 建设和交通银行 香港市民可以下载应用程式来使用 好的朋友们 这就是带给大家在中国方面的重要新闻 收听的是德州中文台 我是胡美剑 接着焦点将转到台湾方面 台北的新闻主播将接棒继续为您播报 请和我一同关心 德州中文台的听众朋友们 大家早安 我是李自立 台湾方面讯息 今天首先为您报道的是 蔡英文总统今天前往高雄 出席国家传模实验室的动土典礼 总统致辞时指出 这座多功能国家传模实验室完工之后 将把最关键的传件试验工作留在台湾 也向世界宣示台湾全力发展 国建国造的决心 总统说 即将动土的这座实验室完工之后 将能补足这些补足 解决台湾新式船舰 为由国外协助测试所造成的生产 其成未定治安问题的风险 那么更重要的是 这也让我们将最关键的船舰试验工作 留在台湾 更向世界宣示 我们全力发展 国建国造的决心 总统强调 台湾会继续经由海洋连结世界 期盼透过国建国造 一起坚守台湾的民主自由 为国人打造一个更繁荣安全的国家 内阁即将卸任 行政院今天下午举办西边茶会 欢送行政院长陈建仁 副院长郑文灿以及副秘书长何佩山和郑伟门 陈建仁表示 一个人或许可以走很快 但是一群人走得更稳健 对于一年多来 行政院各处与所有同仁 对施政上的协助 陈建仁两度鞠躬表达感谢 他说 我们行政院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在这一个行政院愿务能够推动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再次鞠躬 谢谢我们行政院所有的同仁 你们在一年四个月来给我的帮助 还有我们一同为国家来努力 有你们真好 赖金德政府520上任在即 现任行政院副院长 准海基会董事长郑文灿 今天前往电电工会会员代表大会时 特别提到两岸关系指出 和平是重中之重 万善之善 要让和平成为唯一的选项 战争则不是 除了投资国安跟国防有其必要之外 也要创造善意互惠 寻找双赢的方案 郑文灿说 针对中国国台办宣布将惩戒 台湾的民嘴及其家属 国安局副局长柯成亨表示 中共制造寒蝉效应 以往是针对政治人物 现在阔籍媒体人 但要特别指出 中共这几年来 其实也不断地在关注这些支持 或提供民进党政治现金的台商 跟台湾企业 柯成亨更指出 根据国安局掌握的勤资 中共甚至规划扩大建立这类的资料库 范围遍及台湾的各行各业 柯成亨说 所以这也是要提醒国人 现在不只是政治人物 不只是民嘴 甚至连各个领域的民众 只要他支持民主运动 甚至有声援 比如说西藏 香港 新疆的这些言论 随时都会被中共纳入这种 惩戒的这种名单 美国在台协会AIT 15号宣布 美方将组跨党派代表团 来台参与520的就职典礼 根据外交部统计 届时约有50团的外兵出席 总统府发言人林玉禅今天表示 总统府诚挚地欢迎 各国的访团来台参加就职典礼 至于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否出席 林玉禅指出 目前还没有正式地收到回复 府方仍会继续诚挚的邀请 林玉禅说 府方这里从5月初开始 就非常诚挚地来包含聚典 以及我们上周已经有正式地出邀请 来邀请我们国内的这些 包含县市首帐 各主要政党的当主席来出席 我们这次的就职大会 其实我们在上周就一定陆续收到 来自各政党的主席 以及县市首长的出席的回复 主席的部分目前还没有正式收到 但是我们还会持续 诚实地邀请他 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 演你18号带队前往太平岛考察 民进党立委李昆成 沈柏阳批评 国民党立委马文军 罔顾南海的区域局势 坚持在520准总统赖清德就职前 安排考察 为了抱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大腿 不惜做国际社会麻烦制造者 李昆成说 对于说这个要 这个说是太平岛是台湾的 这个中华民国的主权 这部分其实是无庸置疑的 那你不用这个时候去 那没有达到说 要宣誓主权的一个效果 那反而对于这些 对于南海主权争议的 这些相关的国家来讲 那反而是造成更大压力 那也造成说 台湾跟美国 包含这个菲律宾等 这个民主同盟国家 这个相当大的一个压力 马文君则博斥表示 视察中华民国领土 跟麻烦制造者有何关系 觉得非常奇怪 马文君说 我觉得很奇怪 而且还把这个放大去检视 只要监督民进党政府 就叫抱习近平的大腿 要宣誓中华民国的主权 叫麻烦制造者 这不是非常可笑吗 蔡英文总统 为什么要去慰绕官兵 为什么有时候 我们的工程好了以后 大家要争相去剪彩 为什么太平岛 中华民国的领土 没有人敢去 我们去了 会是麻烦制造者 这不是笑话吗 第16任总统副总统 就职典礼将在20号登场 总统府跟文化总会 今天说明府内的遗节 府前庆祝大会 跟国宴的节目内容 其中 已故的国宝及歌手文夏 将在国宴中 透过AI技术重现身影 跨越时空 与歌手李竹心 合唱他生前 从未唱过的 晚安台湾 文总秘书长李后庆说 那其实老师 过去没有唱过 晚安台湾 但是他对台湾的情感 正是诠释这首歌曲 最佳的人选 那透过AI技术 我们试着挑战 这个不可能的任务 所以我们将在国宴当天 重现文夏老师的身影 跟歌声 而且会由台湾的女儿 李竹心 跟文夏老师 来带来一场 跨时空的精彩演出 第35届金曲奖入围名单 今天揭晓 杨乃文FLOR专辑 获八项题名最初风投 杨乃文同时入围了 华语最佳女歌手 华语最佳男歌手的部分 林俊杰再度入围 将争夺个人 第三座金曲歌王 今年特别贡献奖 颁给了台语编曲人 刘清池 和日前逝世的 华语创作歌手 郑华娟 由文化部长史哲 亲自接讲 史哲说 特别贡献奖 刘清池 郑华娟 大家都知道 李老师是我们台语编局的老大 那郑华娟女士呢 应该就是从华语到新台语了 我想恭喜这两位 台积电全球设厂 再加上营收亮眼 近期的股价不断创新高 台积电美国存托凭证 ADR换算成新台币 已经破了新台币千元 今天在台北股市一开盘 突破850元的价位 再加上非电子族群 也获得买盘的敲劲 台股的气势如红 再创新高 当冲降税 是否有其必要延长 也受到关注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 今天在立法院备巡时表示 会跟金管会充分的交换意见 他说 股市当然需要有一些短期的交易 也有一些长期交易 所以如果是全部都长期交易 那么大概股市也 大概也没办法活络 所以也就是说 短期交易 它有造势的功能 但是我们要造势 要促进股市的发展 是不是要透过租税的减免 这个我们会跟金管会 充分的沟通意见 另外 财政部在去年8月推出了 青年安心成家 优惠购物贷款经济方案 在优惠贷款的激励下 首购族群 对不动产转趋积极 但也遭立委质疑 成为助长房价的帮凶 且有人利用人头户当包租工 对此 财政部次长阮清华 今天在立法院回应表示 新清安是带罪羔羊 但未来会加强勾鸡 甚至到现场查看 若非当事人自助 将会追回相关的补贴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提供给您的 台湾方面讯息 我们把现场还给主持人 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